想起自己B帐帐号的配方式小带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工作室刚刚开始 还没有钱去买那种仪器 所以说暂时是做不了那种实验测评的 但是为了照顾到现在这个更新的速度 今天的这一期 我们打算做一期种草项的分享视频 因为平时拔草拔得太多了 而且视频的内容对小白也不太友好 所以这一期会比较的通俗一懂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 就耐心的看下去吧 首先开学季的这段时间的天气 肯定是会转凉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防晒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讲防晒 其实在9月份紫外型依旧是非常强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防晒最好最好 还是要选择高倍的 我之前也有测评过一些高倍防晒 雷肯定也是有的 只不过说测评的产品不是很多 所以对于小白来说 稳妥起见 还是去挑一些大集团 或者是大公司旗下的防晒产品 因为做防晒确实蛮考验公司实力的 其实一般情况下 欧美系的防晒能力会比日系的要猛一些 但是它的肤感有的是真的接受不了 比如说旧版的某大哥 日系的防晒它的肤感普遍会更舒适一些 但是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防护力可能会烧差 然后就说是容易假面什么的 所以说遇见一款肤感和防护液都在线的产品 其实是蛮难得的 欧莱亚小金管就是这么一支 它的肤感真的做得挺不错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种淡黄色的乳液 很好推 推开以后是那种冰淇淋的质地 因为走近的原因 正常的皮肤会带有一定的清凉感 然后你一开始涂开之后会觉得有一点点黏 但是快速沉没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总而会变成一种丝滑的触感 整体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泛白的情况 跟妆方面的问题也不大 小伙伴们有实测过 几乎是没有发现错泥的现象 所以肤感体系上还是挺不错的 防晒体系方面 欧莱亚小金管的防晒机组合 能用了两种UAB防晒剂 贵笔三颜UAT-150 三种UVA吸收剂 包括Tinosob S和Tinosob M 还有欧莱亚的看家专利成分 麦色律XL 那么它是一个全波段覆盖的紫外线吸收剂 不仅能够协调其他的防晒剂的效果 还能减少最终的防晒短板 所以我们单通过这些化学防晒剂的 初步搭配看来 产品的防晒体系 这块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 在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个 简单的小实验 我们用实际载片跟紫外浮照剂 粗略的对比了小金管 和另外一款超火的大牌高倍防晒 发现欧莱亚小金管 在防护力上更胜一筹 一说到高倍防晒 可能会有很多人关心它的清洁问题 其实还好 我们用普通洁面清洗以后 并没有发现荷叶反应 因此产品还是比较容易被清洗的 关于防晒产品 个人认为不应该根据预算的比例来选择 贵妇的话随意 刚刚我没说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裕的话 一般也是不需要买太贵的防晒 中等偏高一点价格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预算很低 我也不建议入太便宜的防晒 因为防晒产品它有点不一样 太低价的防晒 它的性价比反而没有价格稍高一些的防晒来得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把它纳入了本期开学季的防晒推荐 在这个开学季板块里面 对于化妆水跟人的想法是 因为大部分人的预算是有限的 所以说作为一款相对功能性偏低的产品 我们可以稍稍的缩减一下开支 以价位和足够温和作为考量的重点 所以本期我给你们推荐的是这一款孔凤春的麻痴线调养水 说到孔凤春这个老国货 我还一切记得 16年的时候他们的PR来找我 非常诚恳地希望我能帮他们推荐一下产品 甚至还有一点低声下气的感觉 当时其实我也看上了这款水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能帮上这个忙 三年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节 所以即便是现在已经没有联系 我也还是想把这个内容做出来 当然实话是说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槽点 这款产品很多人的评价是用心做产品 用脚做喷头 精辟 拿到手之后我也是深有体会 就这个喷头真的是贼难用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按起来真的超级非力 感觉像用沙虫剂喷雾一样 按出来还有那种白色的水柱 呃 行赛 但是产品的话还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它足够的温和 麻痴线器具和饭裙的添加 能给皮肤提供一定的正经的作用 再加上一定的矿物质能调节皮肤的状态促进修复 同时的铜粒子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 一举两得 不到40块钱 330毫升正装还是送200毫升的小瓶装 真的是没有见到比它还更良心的 就连之前测评的明创优品那一小支化妆水 也要30块钱了 总而言之 化妆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表层认识 而它简单 温和 不粘力 便宜大碗 还能镇定皮肤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然后孔凤春的这款化妆水 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好的保湿效果 所以后续还是要加入精华或者乳酸类的产品 那么考虑到你们都还很年轻 暂时不需要抗老的功效 那么开学季的主题 我给你们推荐这款摩洛式的小瀑布精华 这个品牌有些老粉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虽然它的名字有点怪怪的 但是它产品方面还是做的蛮不错的 首先就是保湿体系 除了基础的多元醇之外 还采用了包括一线化透明脂酸 煤切透明脂酸在内的三种不同的小分子透明脂酸的组合 再加上巨股安酸钠 发现了这种水性保湿体系 所以它在满足基础的水性保湿的同时 又可以提供一些抗炎的帮助 又不会油腻 是大部分牛皮学生党比较喜欢的类型 也是由于这款产品它足够的温和 主要提供的是水性的保湿 所以我之前就是拿它作为口服A3期间增强保湿度的产品 目前的话我大概已经空瓶四支了 还有一瓶不在这里 但实际上这个使用的过程中 我还无意体会到了一些皮肤整体的提亮的效果 应该也跟这个产品云添加的水溶性的光光草丁有关 所以这款精华它本身的性能呢 非常的适合开学期间学生连续的需要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这款精华用起来比一般精华要费 就一瓶用起来呢 我觉得不会超过一个月 所以预算紧张的小伙伴们啊 我建议多留预算给乳霜会更合适一点 那么这款精华现在20毫升 增加148 现在多少钱我也不清楚了 你们可以看看他们官方店铺有没有活动 最后就是乳霜了 因为现在温度呢还比较高 学生党呢皮肤出油量普遍都还蛮可观的 有的甚至可以拿来炒菜 豆鸡占比呢也比较高 所以一般来说呢 选择一些清爽的油分烧地的乳液呢会更合适一些 这边呢我按照油皮和偏干混合皮分别给大家介绍 首先呢是福利方斯的这款保湿清爽乳液 推荐人是我们油皮冰冰 这款乳液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功效的 别看它有什么烟线啊 其实它的添加量非常的低 其他的植物提取物呢排序也非常靠后 所以按照福利方斯一贯的作风 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活性的 那为什么还要推荐它呢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它简单 虽然这个产品呢有添加本阳乙醇 个别敏感的皮肤呢可能会感觉到有些些许发热的效应 不过一般来说只要你不是特别敏感的皮肤 它的整个温和还是不错的 在保证清爽和相对温和的前提下呢 它的价格又比较适中 所以呢它是大部分学生人群都可以接受的产品 而这款产品的保湿体系呢是简单的多人醇 能搭配少量的角砂丸以及坚果子油 辅助增加整体的滋润度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对痘肌造成负担 也能提供少许的这个保湿的效能 总体来说呢它虽然不是一款十分优秀的乳液 但是是一款比较合适的乳液 所以说加入到这期的开雪季护肤当中 供大家参考 那么皮肤偏干的同学呢 我给你们推荐的是湿恶肤的这个清润修护乳 江湖人称PM乳的这一款 保湿上呢是采用了软管真空压泵设计 比较的卫生 而且能减少防腐剂的使用量 增加整体的温和性 在程度上呢 主要以对痘肌友好的 心酸鬼加甘油山脂呢 作为油香剂里 配合多种神经线胺呢 增加整体的封闭保湿效果 4%的眼下呢 可以促进到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 会有一定的提亮美白的效果 也能间接了增加皮肤的保湿能力 所以本期开雪季推荐它的主要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适合目前偏干皮的使用 比较温和 而且带有一些额外功效 当然价格呢也比较美好 它是那种半透明的乳霜质地 年载性的比较好 易推胎 虽然度呢比福利邦斯要高 但是呢依旧不容易厚肿 肤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此呢 害怕保湿力不够的偏干一些的皮肤啊 可以考虑这款 至于干皮呢 在学生岛里面占比比较少 我们这里呢先不说 后续呢 我们可以在换季护肤的主题里面 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干皮护理 最后呢总结一下啊 关于这个开雪季护肤的要点 因为气候呢仍然还是比较炎热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选择 比较清爽的护肤产品 大家的皮肤现在状态还是比较年轻 经济呢也比较有限 所以预算的比例呢 一定要把控好 那么减少在化妆水上过多的投入 功效上呢也不必太过强求 在开雪季期间呢 要做好保湿防止因为突然换季造成的皮肤问题 最后呢一定要注意防晒 减少皮肤的炎症和老化 那么这一期的开雪季护肤推荐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呢 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三连 多多的来用这个公众号 参与我们的问卷调研跟测评 谢谢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